好了,完成了之後,我們就要做餘下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看一看在模擬器那裡 你看到一開始寫著 label 嗎? 當然你可以在這裡 double click label delete 讓它空白 當然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 就是當我wilded low的時候 因為這個label我create了一個outlet 改了名字做 result label 所以如果我這裡打result label 這樣打就代表叫這傢伙做事 我就跟他說result label 因為它是一個label 我不可以叫label等於某些英文字 我跟他說result label 裡面顯示著的文字就是doc text 等於什麼呢? 就是等於你給它一個text 我講過了,給它一個英文字 上一次講過了,就是用兩撇要撇住 那如果兩撇要撇住裡面空白的話 就叫那個label的英文擦走它,行不行? 那你寫了這一行code的話 當你wilded low的時候 就是low這個view的時候會怎樣? 你會發現它這次就不同了 就沒有了字的了,插了它 這個就是用code的方法來改介面的 那好了,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開始做事了 第一呢 就是呢 在這裡 首先呢 我們呢 就要問它拿字 可以嗎? 那現在問它拿字呢 那我們就要 小心啦 因為呢 有機會呢 有些傻仔 在未打任何東西 在這個textview的時候 就會按convert 如果它什麼都不打的時候 按convert的話呢 它就會出error 就會彈App的了 那所以呢 我倒轉次序 首先我要做一個checking 先的 用一個if和else if 這個textview叫什麼名字 叫inch textview 那你就這樣打inch textview 對不對 然後看看它裡面輸入的文字 會不會是等於了沒有東西呢 那我用感嘆等於的 對不對 如果不是等於空白的話 那這一句很清晰啦 一看就看得明白 如果這個textview的文字裡面 不是打空白的話 那這裡呢 我就會做計數的動作 在這個if 這個括號呢 和這個括號你見到啦 是一件事來的 行不行 那當然啦 如果它不小心 在空白的狀態 comvert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馬上else了 else 這個if else很簡單的 這個就是整套if else的 行不行 記住看清楚這括號 這裡 這裡就是假設它是打了東西的 這裡就假設它沒有打東西的 明白嗎 如果它不是打了空白的話 否則 那當然就是 這裡就沒有打東西啦 那我們就跟它說了 就說呢 result label 裡面的文字 麻煩寫一句話 提它入東西就可以了 是吧 那這裡寫 please input length 這樣就好了 就是打個長度給它 那我們就run來看看 當然啦 這裡呢 計數那裡我們還沒做 我們只是試一下 沒有打東西的情況下 如果我按個按鈕 打了數字在這裡 按convert 那就成功convert了 不過因為這個convert 我們還沒寫功能 所以它沒有反應的 明白嗎 但如果我們嘗試 在這個空白的狀態 什麼字都沒有 是吧 那我們一按convert 它就會彈句子 請你進入一些link 這個是一個conditional 行不行 查一下它有沒有打東西 如果有打東西 就算數 沒有打東西 就彈這句子 在那個label那裡 通常都是這樣做的 那你就會擔心什麼 就是 那我需要檢查一下它 打的是不是數字 這個就不用檢查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的keyboard 這個text的keyboard 是用了叫lump pack的 所以它沒有可能 打到英文字和標點符號 所以它打進去的一定是數字 明白嗎 還有一定是整數 不讓它打少數點 那一轉 這樣就不會出error 行不行 好了 最後就要做那個計數的動作 行不行 那計數的動作就有點困難了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我們迫它打一個數字 進去這個text field 那裡 但其實text field 永遠在住 不論它是數字 標點符號 英文都好 它永遠都是當它是一個string 就是當它是文字的 你打50 它當有一個叫50的文字 而不知道它是數字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要把那個文字 轉換變成一個數字 行不行 好了 那我們首先開一個value 這個value 這個value是一個變數的名 那這個變數會載著一個數值 就是我用double這個方法 去converge一個數值 那你只需要將那個double 這個括口裡面 放入你任何的字 它只要發覺是數字 它就會converge變成double double是有少數點的數字 這個意思 好了 那我就說 要converge一個inch text field 裡面的英文字 明白嗎 這樣做 不過你這樣做 它說你有error 為什麼呢 第一 第一個error就是 inch text field裡面的文字 是不是一定有東西 明白嗎 它怕你沒有東西的時候 那就出現error 那你呢 記住了 這一招呢 就比較 將來一點才會學的 但現在先學了 就是打個感嘆號 打個感嘆號 即是false unlock 也就是說 你跟swift和x code說 我這個text field的text裡面 是一定有東西的 明白嗎 就算它是兩片空白 也是有東西的 那另外 它也會再出error 行不行 那我們再打一個感嘆號 其實之後要 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打了文字 在這段code裡面 它不知道這個字 會不會打了一些轉化不到的 那這個感嘆號呢 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用double 來到去convert 它的text field裡面的文字的時候 我保證 那個text field 它只可以打數字 一定轉到的 那你就可以false unwork它了 confirm了它 這個位置有少少難 不重要的 照打也可以的 其實你不打 它都逼你打的了 那我們呢 把別人打的數字 轉化了做一個double 然後放入value之後呢 那我就要計個result 可以嗎 那result是等於多少呢 由串轉到cm呢 其實是乘大2.54而已 那所以呢 我就跟它說了 那result是等於 把value乘2.54了 然後呢 它計好條數呢 就會把答案放入result那裡 可以嗎 但是我用result這個變數 只要存著了答案 我們還未顯示在那個label那裡 那我們呢 就可以跟它說了 那result label result label 就是這個東西 不要亂了 裏面要寫的文字 其實是等於 其實你這樣寫就可以了 等於result 就可以了 行不行 不過呢 你這樣寫呢 就會有點不清楚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result 第一 它是一個double 它不是一個string 就不能放進去text 第二呢 它就不會寫到cm在尾 那我們呢 就要拆乾淨這件事了 那我們呢 就不可以這樣寫個result的 我們要呢 逢七把東西放進去text裡面 都一定要是strain 所以呢 那strain 一定要是有兩撇撇住 假設 我算到答案是1 2 3 我想後面打個cm 那我的最終目標呢 就是做這個樣子 就是1 2 3cm 這樣放進去 行不行 但是呢 為什麼你要知道呢 就是呢 我們呢 其實不會放1 2 3cm的嘛 我們要放個result 在一個string 裡面 如果你想寫一個變數 讓它計好了答案 先黏在其他東西呢 你不可以打實數了 也不可以這樣打result 如果你這樣打result 它真的會引個result cm出來的 行不行 那你就一定要用一招呢 反斜鑑括好了 反斜鑑括好呢 就就是說 在一個string 裡面 如果我要寫一些program 或者寫一些expression 或者放一個變數 讓它轉化回到一個string 然後寫出來呢 就用反斜鑑括好 然後就把你的變數呢 放進去這塊東西那裡 那就搞定了 那我們run一run 來看看呢 它應該就沒有問題的 首先呢 測試一下吧 就這樣按converge 它就會叫你打東西 那如果你打50寸 叫它converge的話 一按 再按 就會計算到127.0cm 其實不用那麼慢的 記住 正常run到手機那裡 其實就是一秒就 不用都按到出來的 因為這個模擬器呢 就很小小的 那當然啦 你可以再按多一下 一按它會刷走到50 打89寸 再按converge 那它就算到了 那就是證明呢 我們今天呢 就所有東西呢 都完成到了 對啦 應該就不會有bug的 你找不到的位子呢 亂按它會彈APP 那樣的 因為我和你protect了一些東西的 那這個基本的 寫APP的流程就這麼簡單 有介面 明白嗎 有Create Outlet Create Action 這部分 還有有寫曲的部分 那你今天呢 就會清楚了 基本的流程是怎樣 將來你自己想學的話呢 起碼就有些東西佔了底先